我三天都吃虎了 基隆慈芸市举办季孔大典 安乐国小学生表演6亿舞 不过前两天基隆大雨影响 五轮国中等校园出现积水现象 慈芸市宣布捐出20万元 作为修缮各校园经费 这几天基隆雨下得太大 市长政府都很努力在探灾救灾 所以我们慈芸市表示一点意识 这样的20万 需要的学校学生 他们需要修缮的 就是孔子诞辰纪念日 每年都在慈芸市举行 对于慈芸市长期照顾 慈芸学子又慷慨捐出经费 副市长邱佩玲特别代表市政府 向慈芸市表达感谢之意 非常谢谢慈芸市爱心 那还有说要捐20万给学校 那我们回去会跟教育处商量 看怎么个捐法 因为有很多的受灾地方 刚刚我们的议员也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回去好好看 怎么样分配这个款项 短时间的这种高雨量 就是让这个学校反应不及 那很多应该要走在 这个可以疏通的水路 他就跑到了活动中心里面去 所以教室什么全部都是拟拟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未来我们接下来 这个教育处这边 或者市政府这边 可以做一些这种防任的计划 天日大雨 学校受到迫及 慈芸市捐出20万元经费 希望进点 绵薄之力 照顾金融学子 记者 黄烧民金融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赏支持明镜